交通部长张继正在今天上午就今年上半年的交通施政提出报告说 南部横广公路到九月底已经完成了78% 预定明年六月完工 从一月到九月增加了13艘船舶 台北国际机场的扩建工程已经大部分完成 高雄国际机场一定在11月间开放国际客运业务 北维铁路和桃园国际机场的研究和规划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